我要去一下一个酒店 酒店? 啊 年轻人一下飞机就那么激动要去酒店 我就说我有推荐 哈哈哈 好可爱啊 你好 我是Mira 我是Amy 我们现在在台湾 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一个想法就是 同样作为香港人 拍一些我们对台湾的感觉 不习惯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奇怪或者特别的文化 但是呢 为了有人可以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我这事发生 所以呢 镜头在后面 是有一位台湾人 所以为了让他听明白 所以我们整个影片都会 不同话进行的 诶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太熟悉台湾 对啊 好 先来 这个是我开始看台湾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很常听到台湾人说 汉 我汉你去吃冰淇淋好吗 我觉得这个汉这个很好吃 是不是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跟你 然后他们就 我 我和 我和你 是我和你 是真的吗 还是你 这个和这个 不是 台湾人 讲一下 我和你 那个恶魔在身边 杨晨琳的时代 因为我很爱杨晨琳嘛 以前 然后他就会在那个偶像剧里面 很常讲 我汉你 然后什么汉汉汉汉 我就觉得 是不是这样的话 汉什么汉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之后我再留一些其他的影片 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 其实他比较像是台湾人的一个连接词 就是语助词的感觉 他的意思就是跟跟一样 我跟你一起去 可是你们不会讲我和你 是台语吗 我和你 没有耶 就是我们纯粹会这样发音 有没有说是分什么年龄成才 没有 全部人都会我和你 是大家的习惯 我突然想到一个 就是说话的时候 他们会说 他呢 他会平常变成 他们 他们 是不是 我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有点满多 然后太快 就这样 他们会变成就这样嘛 我很常被观众发现 我会 不知道 不要吗 还是怎样 大家有醒过来 还在睡 啊怎么 我会找一个例子 反正就是那种 有点懒音 然后 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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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就是日期 因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嘛 然后4月5号它是应该 5 然后 slash 然后4 对不对 然后原来台湾是 换过来 然后我就有一次差点 订错飞机票 有一个电视节目 要我去上 然后就跟我说 5月4 我以为是4月5号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说 就是你们写给我的那个 日期在前面 换过来30月 怎么会有30月 可是台湾的写法是真的 数字 slash 数字是平的 可是我们是有点斜斜的 不过以前小时候是啦 我学校是 是小学生才会这样子哦 打击你的时候你不能 所以慢慢就变成都是平的 所以大家观众要注意一下 不然呢 就会订错飞机票 我来台湾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 可是我来了台湾之后才发现 因为我一直觉得香港是 蛮潮湿 然后 就蛮爱下雨的地方 结果台湾更严重 对 然后它的天气忽然热 然后忽然冷 我以为是夏天啊现在 然后我带了短袖的过来 突然有两天是好像冬天一样 我觉得这是Mira的问题耶 为什么叫雨啦 因为我每次来都会下雨 然后就是这几天都会下雨 我看到那个天气预报 为什么 然后今天也下大雨 走吧 台湾不欢迎你 我一走就马上太阳出来 我们的绿灯 它会? 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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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then 然后你可以玩电话 然后听到ら爭哒哒哒哒哒 哪时候才走 反正在台湾的时候 我完了五五分钟 没那么 tới 一直在 there forever 一直在错过那个红绿灯 这个也是我不习惯香港 Здесь 我不习惯香港的地方 但是你太糟了 香港压力好大哦 为什么红灯 也要�ف近 绿灯也要�e � может�ap叉 因为香港这个 called 无障碍 就是一些cémen的人 他們也能聽到這個是紅燈還是綠燈 他們就可以走過去 其實台灣也有五障礙 你如果很認真聽的話 台灣的綠燈會有一個鳥的叫聲 怎麼能聽得到這麼多車 什麼鳥 你可以叫一聲嗎 就是啊啊啊啊啊 烏鴉好不好 啾啾啾的聲音 還有一個就是 也是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超不習慣 可是我現在超習慣的 我吃完了 有些情況他們會講成 我吃完了啦 一直以來的理解 了就是有一個結束的感覺 那結果台灣人要 要了啦 結果為什麼了之後還要啦 我覺得也是語助詞的大家習慣 有沒有說就是女生會比較說這個 沒有男女的有 可是我覺得很容易學 就是很容易抓到那個感覺 怎麼加了啦 你這樣一講我才發現我也常這樣講 了啦 你們有發現過 我沒有發現過 台灣的朋友你們有發現過 你們很會講了啦嗎 了啦 真的這個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就要學 為什麼也 我會覺得台灣人會比較可愛 下飛機的時候就覺得 好像去了天堂一樣 買那電話卡的 他 先生你要什麼了啦 就他們很溫柔 我覺得是 因為他們的語助詞 然後變成 就有點溫柔的感覺啊 因為廣話比較硬 先生你們買的妹啊 不會 沒有 香港人不會這樣子 不會 你不要看 他就 他就會這樣子 這個是 我覺得香港人有點喜歡快的 講話也快 就是會省略很多東西 可是台灣人 有時候呢 他會故意 把一個東西本來可以很短 然後硬要講得很長 這個菜色是什麼樣做的 然後這個部分是怎樣的 這個部分是怎樣的 硬要下這個部分 好像強調了這個部分就有多重要 這其實就不重要 可是因為有點習慣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講是很理所當然的 我有時候會覺得 其實你可以短一點點 這個部分再請Mira確認囉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就很OK 因為真的要我指定是哪個部分 這個部分來說呢 酒店跟飯店的分別 有一次下飛機去那個計程車 我要去一下一個酒店 酒店 啊 年輕人 一下飛機就那麼激動 然後我們要去酒店 我說有什麼問題啊 下飛機就去酒店有什麼問題啊 酒店咧 我有推薦 好可愛啊 然後我才知道飯店跟酒店是有差的 因為我們Hotel就是酒店 然後原來你們會說飯店 我以為飯店是吃飯的 其實在香港飯店等於餐廳 其實也沒有 可是因為飯就是食物 然後我們直接聯想到餐廳 在台灣的話 你有去Hotel 它就是飯店或是旅館 大部分會講飯店 比較少講酒店 酒店在台灣就比較像是 大家晚上會去的地方 就不是一般旅客來 我知道酒店是不是那個有女生 然後男生 對啊 現在才知道嗎 我剛剛就說這個 沒有 因為 啊 對對對對 花枝丸 我覺得花枝跟墨魚 兩個都好吃 一定要選一個 不同的味道對不對 我要誠實的講嗎 我本來以為花枝跟墨魚是不一樣的東西 原來是一樣的 台灣叫花枝 然後香港叫墨魚 這我為什麼會以為是兩個東西 因為我在香港有看過花枝 香港的台灣店才會看見花枝 我以為就是花枝是墨魚的朋友 我們香港人的一樓就是你們的二樓 然後有一次我約朋友在一個商場裡面 他約我在一樓 我說很奇怪什麼是一樓 我們叫地下 台灣人的地下就是地面下面 我跟他好像等了半個小時 一直在等 等對方 因為我不敢吹他 我跟他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就在一樓啊 然後他說我也在一樓啊 但是我們的一樓其實是不同 我也曾經亂過 可是現在很台灣人啊 我是 其實台灣不一定說一定有那個ground floor 因為在香港都會有G floor 因為我們通常一樓就真的是一樓 對 就那個超亂的 因為香港朋友的時候 告訴他們一樓就是地下的意思 對 我們香港都是用衛生紙 都是一卷卷的 比較厚的 剩鼻涕的時候啊 擦屁股的時候 不會太容易的 破掉 用這個的時候就感覺怪怪的 就是香港的話會叫它面子吧 擦臉的時候就用它 對啊擦屁股的時候就會破掉 你不覺得跟沒有用一樣 我覺得我如果用這個 我大概用10張才可以 我會疊在一起 然後你才可以隔掉那個 那個什麼 對嗎 10 你們有形象嗎 我沒有都可以 沒有意見 台灣其實也會有那種 就是一捲一捲的 廁所衛生紙 對 但是一般如果我們說面紙的話 比較像是隨身包那種 一小包一小包的 有沒有衛生紙 你會給我什麼 那個 所以這個有點比較大的叫衛生紙 對 廁所那個叫 對啊 我們叫滾筒衛生紙 你會看到有人用這個再放在廁所 或者是用一滾一滾那種都會有 剛剛有吃飯的時候 然後譬如說別人會幫你就是倒水 倒茶的時候 你就會可能講不到話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子 沒有這麼多下可能就兩下這樣 兩下 可是台灣有點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 嗯 就好像吹別人一樣 就快點快點 多一點 也好像有點 不禮貌的感覺 在香港是 謝謝嗎 是謝謝的意思 以前歷史的時候 皇帝 然後他不能暴露他的身分 皇上幫他們倒了什麼 倒酒嗎 然後他們就謝謝 本來他們就是要這樣子 這樣子 平身 不行 可是他們睡他們就這樣子 等於是跪下來 有些台灣人以為我們香港人都是講英文的 我有一次去吃飯 然後看那個menu 你說這就好啦 我幫你 我幫你教了 我說我為什麼不能自己看 他說你都看不懂 我為什麼看不懂 這繁體字啊 你們懂繁體字嗎 我說我們都是用繁體字 他說你們不是用英文說話 用英文溝通的嗎 其實曾經香港朋友被誤會過這個東西 他們覺得我們母語是英文的那種感覺 繁體字是一個像bonus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現在台灣人對香港的印象應該比較知道說 他是繁體字 但我們的確會就是對香港人覺得你們很國際化 很國際化 所以你們的英文 都是說english的 可是就是有點不好意思 我自己說 很多台灣朋友說我的普通話很好嘛 他們很驚訝 是因為他們很多的香港朋友普通話都很大 都不好 可是香港朋友普通話就是有待加強 但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我真的覺得香港的語言能力很強 因為我上次我第一次自己去香港的時候 然後我就找不到路 然後我在地鐵站就問一個在打掃的阿姨 因為我英文問他路然後他就用英文回我 那麼厲害 可能他是manager 他剛好就看見有那車 他剛好就親一親 我覺得早餐店文化嘛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香港沒有真的早餐店 因為香港應該普遍都是茶餐廳吧 然後可是台灣是真的早餐店 而且他們很多都是大概12點就會結束音樂對不對 是嗎? 可能從5點開到中午這樣 其實在台灣也會有一些電視他早上賣早餐 然後下午就賣別的東西 漢堡啊 奶茶 紅茶這種 其實好像聽過是因為這首歌曲 台灣人才吃早餐是不是? 應該說透過這首歌 大家忽然開始興起一個我們就是要吃早餐的份 最後一個很不習慣灌垃圾桶的事 因為台北很少很少垃圾 香港很多垃圾桶 然後你隨便有什麼垃圾都可以丟 對 然後有一次呢我就跟台灣一個歌手小胖淋雨群 然後我們吃完這種東西 因為我住他家 他都跟我說明天你要丟去垃圾車 我以為垃圾車是過來收那個垃圾的 我以為我不用去丟 因為你們就是台灣有一個垃圾車會響音樂 然後就可能9點鐘的時候 錯過了你之後那天的垃圾你就要放在家裡面 然後呢我的朋友呢因為我住他家他去了上海 然後我三天沒有丟那個垃圾 然後在街上一直在找一直在找都沒有 然後那個黑色的紙一直在漏 因為我們香港就是每天有人去收 因為在台北就是垃圾桶越來越少 因為會有很多人把家裡的垃圾 就是拿去丟丟在街上的垃圾桶 但其實因為我們有專用的垃圾袋 我們要付錢去買那個 然後你丟垃圾只能用那個專用垃圾袋 自己的垃圾就自己來負責 對 而且還有一點我覺得台灣跟香港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抓那個垃圾分類抓得很嚴 就是要回收的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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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做得很好 好啦為什麼會說這個啊 因為我有一首新的歌就是一首的國語歌 其實這國語廣東歌 有一點點狂狂 我就找了一個台北的歌手王燕衛 然後跟我去合唱 一想到那個 我拿著那個垃圾桶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 就好像一個在追女生的感覺 在人海裡面一直在尋找垃圾桶 欸蠻厲害的 你丟垃圾可以想要這個女生 因為很在意那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不會出現 你不在意的時候 他就 對對對 在裡面 想起垃圾車垃圾桶 就想起王燕衛 這首歌曲叫做 我在西門町尋找垃圾桶 然後我們那個MV也是在西門町拍的 然後我們把那個垃圾車拍得很唯美 所以大家喜歡的就可以去我的頻道去看這個MV 是情歌來的 大家支持一下 謝謝 所以其實我們講這麼久 就是會撲這個梗 要接著他新歌 謝謝Vira 用那麼多的梗去撲我那首歌曲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達成了目的 我們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來自我 記得follow我 押著我的Facebook的話 就可以知道我追星歌的動畫 記得今天訂閱和同一個鐘仔 就不怕追我追星歌的影片 記得去Himri的頻道 支持她新歌 好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好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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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